各位观众朋友们玩 欢迎收听有点猫猫的 我是小萌 我是Rainy 大家请讲 腿最短的狗狗是什么呢? 没错 我们今天就要来更多的了解 不仅腿很短 身体还很长的 蜡肠狗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邀请到蜡肠狗Kona 还有她的女生妈妈 余恩 我们欢迎她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余恩 就是目前有在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是在讲很多 3C科 架根社会类的 可以追踪我哟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她哦 那想问一下余恩 你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蜡肠狗的话 你会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蜡肠狗就是一种很萌 然后随时眼神都会散发出无辜 然后但是她其实脑袋又有点小聪明的狗狗 哦 所以你觉得她其实蛮聪明的 她其实蛮聪明的 怎么说 没有发生过什么一些蛮有趣的事情 就她其实都听着懂我们在讲什么 可是她不想理会就不会理会 因为像我们刚刚一直叫她过来坐好 她有可以看得到她那个眼神的灵动 她就是瞄一下 你叫我好啊 但我不要 有点猫的个性 对对 对 对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我平常呢 其实蛮多人 越来越发现蛮多人在养蜡肠狗 嗯 但是呢其实蜡肠狗很常都会被做成 热狗宝相关的一些什么玩偶 对 或他们的衣服造型就有热狗的造型 没错 那其实我听说啊 热狗跟蜡肠狗真的有一段渊源哦 有一段关系 没错就是它其实算是一个迷因啦 就是以前美国人就会 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 热狗是不是来自于美国 但其实不是 其实最早的那个热狗啊 香肠是来自于德国 那德国蜡肠就非常有名吧 德国香肠 对对对 德国香肠 所以那时候就是 引进到美国的时候 美国会把它叫做蜡肠狗香肠 嗯 对 但是后来才 因为有英文 Hot Dog这个名字出现 才发现说 哦其实香肠就等于 Hot Dog就是热狗的意思 才让这两者关心 就是有稍微分离一点点 嗯 原来 很特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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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狗真的有一段关系 而且因为它的身体真的蛮长的 真的很长 还蛮像这个香肠的 有无限延伸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它刚刚那样 腿都这样跑怪 我说哦哦 奔跑的蜡蜡蜡这样 对 我很喜欢在它走 我手把他配音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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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因为它脚很短 所以它抬起来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 它身体也跟着摇 对对对 然后就是真的 然后毛又蓬蓬的 就这样 对对对对 那个音效很适合 无形间在卖萌的感觉 对 那想问一下 因为腊肠狗它的腿这么短哦 是不是跟它们历史中的某些基因 某些事件有关系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很短 然后底盘很低 是不是看起来就是笨笨呆 跑不快 没有 那种腊肠它其实以前是猎犬 哦 对 因为以前德国那种农村啊 就是常常会有那种欢的那种 呃 算是小动物 然后会破坏农作物 然后那时候其实农民就是养了腊肠狗 所以要让他们就是 去捕捉像是欢 那因为欢很常都住在地洞里面 所以它的这个小短腿 就是要去挖开那个地洞 然后去把那些欢就是处理掉 那种短小金盖的感觉 对对对对 避免就是农作物会一直被破坏掉这样子 那刚刚语言有提到啊 其实他们以前呢是猎犬 所以他们有那个挖洞的技能 那他有没有遗传到他祖先的一些本能 就是他平常在家很爱东挖西挖之类的 有 他小时候就是超级爱钻到沙发底下 因为小偷会跟他玩球嘛 嗯 那只要球一掉进去就是会躲在里面很久 然后后来才发现我们家沙发底部 全部被他破坏掉了 我们还为此换了一组新沙发 哇好可爱 是沙发翻起来然后下面就全部都动了 他就是因为他很他就很小 就是底盘很低嘛 所以他其实整个翻身过来 这样子去挖 啊 变成他们游乐场 他也不会卡住 完全就是刚好在那个沙发缝隙底下 可以就是容纳得了他的空间这样子 诶真的耶 我有很多人有养蜡肠的朋友 都是他们超爱抓那个沙发的洞洞 没错 所以后来就直接换一组就是可以防 就是猫抓啊 狗抓的这个沙发布的沙发 凭借他们的体型优势 没错 腿短短的 诶那像是虽然蜡肠狗啊 他们腿都短短的嘛 但其实他们好像还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分成 长毛蜡肠啊 高毛蜡肠 还有短毛蜡肠 那Kona是属于哪一种 Kona是长毛蜡肠 但是因为他刚好 因为现在快要夏天了 所以他是每到夏天就是会定时去剪毛 所以他现在是有稍微剪短了一点点 不然本来是更长的 对我这次看到他照片是很优雅的 对对对 很像一个小公主那样 对很长 他现在是有被剪了一下 而且蜡肠听说体型也有分 标准型跟迷你型 对他Kona算是标准型的 迷你型会更小 那Kona他其实现在算是一个 标准偏有一点点稍重的体重 他大概几公斤 他现在大概7点多公斤 但是还算标准 我觉得算标准就不能再更重了 Kona 他超爱你的斗宅的气味 谢谢Kona Kona你不要这样 没事没事阿姨喜欢阿姨喜欢 我们刚刚就有聊到他有关他本能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听说啊 其实像蜡肠狗呢 他也有很多小秘密哦 没错 其实蜡肠狗是很多艺术家 喜欢养的类型的权种 就包括毕卡索啊 还有很多就是中世纪的那种艺术家 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画作都是跟蜡肠狗相关的 或是毕卡索他之前养的一只蜡肠狗叫Lamp 也是陪了他16年 哇很久耶 对非常非常久 他们两个关系非常浓厚 就我还要去查了一下 好像据说那只狗狗在过世7天之后 就是毕卡索就是也辞世了这样子 就是跟主人一起相继离世的感觉 而且听说啊蜡肠狗他们还蛮酷的是 之前啊在1972年的时候德国慕尼黑的时候举办一个比赛 然后呢那个时候蜡肠狗还被做为是 类似像 对 是奥运吧 奥运的那些 对奥运比赛 对对对 那时候呢他们还被做成吉祥物 而且呢还特别 因为他们身体很长 所以呢他们那个图案就是把他的身体分成好几节颜色 对好可爱哦 好像就代表就是很热血的橘色啊 或是很有活力的绿色啊蓝色之类的 就是也是要象征说因为奥运嘛就运动员的那些很坚毅啊有耐力就是 热血的感觉 那种运动精神 对啊所以其实蜡肠狗他其实真的很多小秘密 又当过吉祥物 然后还是这个画家的最爱 对 然后其实是个伸手非常矫洁的运动高手 对真的 对看得出来他现在一直骚扰我 就知道他有多长期的 那像是因为蜡肠狗他身就是最标准的就是腿短短的身体很长嘛 那他们会不会有哪一些身体上容易会得到的疾病 其实蜡肠狗大家最常听到就是脊椎会有问题 因为他就是真的脊椎比一般的犬类都还要再更长 然后就是所以如果他今天体重太重 反而会去就压迫到他的脊椎跟他的这个小小端端的腿 所以就是大家就记得如果有养蜡肠的话就尽量不要让他们就是有体重过重的状况发生 因为我朋友家有一只蜡肠那时候好像9公斤吧 就是某一天晚上突然发现后脚瘫痪 就是因为真的太重了然后又很常跳上跳下 所以大家真的要避免就是让家里面的蜡肠狗狗就是有跳到沙发上 然后从床上跳下来的情况发生 不然真的是会因为他们跳下来就是整个重力都在腿上 所以有可能会就脚扭到或脊椎就歪掉之类的状况发生 所以其实是不是他们应该也要避免他们上下楼梯 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过蛮多有养蜡肠 或是一些腿比较没有那么长的狗狗 家里都是有弄斜坡有没有 或是有些小楼梯让他们可以就学习如何透过这个坡道啊 或是楼梯去上到他们想要的高度 但是听说呢蜡肠狗他就算他身体注意需要注意的地方也蛮多的 但是他其实算是小型犬戒里面蛮长瘦的狗狗哦 对对对没错就好像他一般平均可以活到15年以上吧 蛮久的耶其实 而且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有发现 其实在美国有一只蜡肠犬他活到了21岁 他有破了2009年的金氏世界级 狗锐耶 那你可以活到21岁吗 21岁真的非常的厉害 相当于人类的100多岁了 真的是狗锐耶 真的真的 那应该算就是长寿排行前几名的犬种了 对第三名 我记得吉娃娃是第一名 所以蜡肠狗也算第三名 所以希望Kona也可以长命百岁 对啊对啊 就是他们身体上要住这种地方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 对就是除了脊椎之外还有包括耳朵 他小时候耳朵蛮常会 因为他们耳朵都是这样盖住的 对 盖住所以常常有时候会有可能耳垢 发炎之类的 他以前会这样去抓他的耳朵 对所以就大家要这个定期亲 而且尤其像台湾夏天很热 对 如果没有庆的话这边很容易会很痒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加上说因为他是长毛的犬种嘛 所以其实有时候毛会闷住 像他之前夏天就有长过湿针 所以现在才是为什么就是夏天到了 就是要定时帮他就把毛离短一点的原因 不然他会一直去舔就会发炎这样子 嗯 哇那所以这样听下来觉得蜡长狗真的很适合陪伴人类 对啊 然后也是一只非常聪明可爱的小狗狗 嗯 那如果有观众朋友也想要养到这个蜡长狗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嗯我觉得就是脊椎真的要鼓 然后保健食品要准备好 因为其实蜡长狗就是小时候活力很旺盛 然后因为他们小时候其实身型是比较迷你比较短小的 那越长越大之后会身体越来越长 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补骨骼的药啦 或是各种关节的药就是记得被品一定要备好 然后抱的时候大家记得就是蜡长狗不能直接这样抱起来 一定是要这样子手去托住他的身体跟屁股 诶我们示范一下 诶我们示范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 来去妈妈 来来来 过去 我来示范一下就如果想要抱蜡长狗狗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就是让他的身体是呈现这样子一个平行的状态 就是你的手要去夹住他屁股这边 然后手要拖住他腹部 还有就是前面胸前这个位置 对 不然就是如果让他是垂直的状态 或是有这样子斜斜的话 对他的脊椎都是会有影响 会有重力压迫的 嗯 了解 原来呢 饲养蜡长狗呢也是需要注意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他的关节啊 还有一些脊椎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养长毛的蜡长狗的话 记住他的皮肤还有耳朵这个部分呢 也是要多多注意哦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雨薇还有Kona 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照顾蜡长犬上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每周一都会更新 记得给五星好评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Kona说拜拜 猫猫